不知不觉 千奇勤灭 而今尘就空对月 相约相望 似解似缘 旧事也尽如云 莫道相守 莫道相守 相守无情 心事成全 愿是离去 看看离别 双丝依然双臂两边 常相守 不知不知 相守 不知不知 我 不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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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 父王 父王 你听我说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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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父王 父王 你听我说 我们走 父王 还没洗完啊 怎么这么慢啊 大娘 你让我先回家吧 我家里有病人要照顾 这剩下的衣服 我明天再洗 我一定洗完 可以啊 反正洗不完没钱 你走吧 那不行 您最起码要给我一半的工钱 要不然 晚上我和家里人都没有饭吃 干活就得有干活的规矩 我可管不了你有饭吃没饭吃的 大娘 我求求您了 我相公在家病重 我需要钱去给他买药 我除了父母亲族 没有给任何人下跪过 您今日若是不答应我 我便常归不起 我算是怕了你了 谢谢大娘 谢谢大娘 从今日以后 我和哥哥 就可以贴身佩戴这个玉佩 就好像 娘亲一直陪伴着我们 兄妹与何必亲 可如今 只剩下人惆怅 相依云 非烟 你到底在哪里 光潜 我只求你 一定要照顾好她 你醒了 你醒了 慢点儿 你饿了吧 我带了吃的回来 快吃一点吧 你先吃吧 我不饿 你先吃 好 我吃 我不爱吃肉的 还是你吃吧 你要多吃一点 才能好起来 告诉你一件好消息 我找到差事了 我明天就可以赚到钱了 只是 只是今天的药 只能断了 光潜 你再等等我 我明天一定能凑到钱 去把药买回来的 别看了 很丑 这双手 本应该妇辱宁枝 她不该受到这样的罪罪 这没什么的 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 这没什么的 再苦 我也甘之如银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对一个不爱你的人 那么好 因为我心里 放不下你 飞燕 我不要你跟我受苦 我给你回紫园 现在就走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父王在街上贴告时 在满大街地抓你 抓到的话就会格杀无论的 我就算这辈子 再也不回紫园 我也不能让你出事啊 你在哪儿 这次没有经历 我把你医院也不回国 就不回国 那些人品着 知道 很想不回国 你在哪儿 我把你认为 你把你带来 你帮你 来 我知道 你心里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等待是徒劳的 你姐姐被南国世子掳走 你放心 那南国世子 暂时不敢对他怎样 但是非白为了救他 罔顾家规 擅自带人离开 我把他关进了大牢 非白对你到底有几分真心 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 有些真相很丑陋 但知道了 总比一辈子自欺欺人强 你是来救我的吗 快放我出去 三公子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让你先把我放出去 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姐姐 说话 哥哥哥 就让我来做这个恶人 完成你的心愿 非白此生 只爱木槿一人 他生我生 他死我死 你竟然不爱我 你竟然不爱我 为什么要对我好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姐夫人 连你也叫我静夫人 原来姐姐离开紫园 是因为无法面对我 可怜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真正的心意 这是我做了棒打鸳鸯的坏人 这是我做了棒打鸳鸯的坏人 来人 夫人 开门 让我进去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你起来吧 你去哪里 我跟你到哪里 王爷 花锦绣不过是一时糊涂 还请您看在他尽心侍奉您的份上 对他从轻发落 谁说我要惩罚他 我放走非白还来不及呢 起来吧 是 非白 对花木槿的痴情你也看到了 这会毁了他一辈子的 现在不管是苦口婆心地劝他 还是把他关起来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只会更反抗 更加认为必须要和花木槿在一起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他出去 让他亲耳听听 花木槿是如何背叛他 厚颜无耻地尾身段月容 只有这样他才能意识到 自己做了件多荒唐的事 只有这样他才会反省 他才会成长 才会知道原家的利益 永远凌驾于小情小爱 所以会不再熟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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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我 你戴这个好看 我觉得粉色更适合你 所以做了套新衣服 明天送来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但我不怪你 痴情的人才会重情 我这么做 只是不想让你泥足身陷 只有狠狠摔过一跤 你才能学会长大 我明天再来看你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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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什么 真好啊 让厨房给你做些好吃的 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笑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生 你我终究是负了彼此 错的 错的不是人 是命 再见 我曾经爱过的人 姑娘 大娘 我马上就洗完了 你总算是熟练多了 过来 怎么了 大娘 来 拿着 今天是寒时节 你先回去吧 剩下的明天再说 谢谢大娘 今天看你的气色已经好多了 多亏你的照顾 我好多了 非烟 你就听我的 早点回家吧 我不回家 你放心好了 等你伤好了以后 我会走的 但现在这种时候 我不能扔下你不管 光潜 你现在已经好转了 我们就要一鼓作气啊 你看 我今天虽然钱不够 但是大夫还是给了我一副药 我现在就去给你煎药去 你再休息一会儿 打门 非烟 你明知道 我心里的人不是你 值得吗 我本来都已经不想活了 是因为你的缘故 我才活下去的 如果你不在了 你死了 我肯定也会跟着你一起去的 薄言 你还是有一点发热 我听别人说过 用热水擦一下身子 退烧会快一些 你难道不想快点好吗 还是说 你嫌弃我 不想让我碰你 没 没有 你的身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你什么都不用告诉我 等你好了以后 我就会离开 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非烟 等我好了以后 你会回去原家吗 原家 原家 我是回不去了 他们不会要一个不干净的女儿 日后我去哪儿 你也不用管我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 对了 光潜 今天是韩石节 有一个卖肉的着急收摊 就把肉便宜卖给我了 我去做给你吃 你等我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好 难道这是负债女儿还吗 可是 你为我所做的已经够多了 真的够了 快尝尝吧 快尝尝吧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难吃死了 我怎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根本就照顾不好你 是我没有 别吃了 光潜 别吃了 光潜 你也不会让你无家可贵 也不会让你无家可贵 非烟 嫁给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这是一场梦 我情愿 永远不要醒过来 这世间真心待悟的 居然是我仇人的女儿 为何命运总是这般阴差阳错 但是宋明磊 今生今世 你绝不能负它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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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五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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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漂亮 对了 我现在是不是得叫你锦夫人了 大哥 你千万不要改口 我喜欢你叫我五妹 走 里面坐吧 走 走 大哥 听问你被封了大将军 就要去边塞夫人了 恭喜大哥得偿所愿 只是此时大哥为什么还未出征 是否出了什么变果 五妹放心 怎能有什么变动呢 只是 这如今代教头也不在了 俺不能眼看着东营无人操耻啊 所以啊 俺准备留下一段时间 替三公子操练东营 这去边疆之事 持些再说 大哥 你果真是重情重义 小五一 如今只剩下你我 二哥和我姐不知下落 碧莹也了无音讯 你二哥和三姐还有木槿 他们吉人自有天下 一定不会有事 再说了 咱们小五一 不管置身何处 这心不都永远在一起吗 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 不知道时间 或不会冲淡我们的情谊 五妹 你何处此言呢 初音 在 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是 大哥 这些是王爷赏赐给我的 你收下吧 五妹 你这是何意啊 大哥 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 你就收下吧 不 这太贵重了 大哥不能收 就当是给我未来嫂嫂的 那 我就恭敬而不如从命了 安替未来的 媳妇谢谢你 如今 你我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只是 你是靠自己 我是义父与王爷 不是那么说 咱们每个人 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姑娘家 能在这紫园立柱角 着实不易 大哥 是真心为你高兴 五妹 只要你过得好 之前付出的一切的一切 就都值得 倘若有一天 你说你过得不好 没关系 大哥永远是你的依靠 大哥 谢谢你 如此看来 与斗贼勾结 偷袭我紫园的 乃豫王世子段月荣一人所为 是真的陛下 端月荣与斗云华沆瀣一气 斗云华将原家三公子的士气 赏给了他 千真万确 铁中如山的陛下 枉费朕好心让他跟着胡将军 去中原行商 怎料他胆大妄为 大哥 怎么 你们想造反吗 你们是有事 和人人有医疗 有事 他们是有事 没有事 有事 是 人家 人家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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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王爷娶了花锦绣为妾 这妻和妾算起来也是一家 却把她叫出来 给我行礼 侧夫人向郑夫人行礼是应该的 但是您和小公子舟车劳顿 您看是不是 是 马上把她给我叫出来 是 将军 有何吩咐 传令下去 尽快找到段月容和花锡夫人 就地斩杀 绝对不能让他们回到南国 是 书下明白 既然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小儿子就叫飞云吧 希望他像云朵一样洁白无瑕 王爷 妾身谢过王爷为孩子赐名 妾身好不容易才为王爷生下儿子 所以难免过度紧张孩儿 锦夫人 你尚起年轻 自然不懂姐姐的爱子心切 姐姐向妹妹赔个不是 妹妹千万别怪罪我 毕竟他是王爷的骨肉 夫人 赶来那么远的路挺辛苦的吧 别让孩子也在这一起吹风 给你准备了宴席为你接风 进去吧 莲夫人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人家是正事 还刚生了儿子 我一个侧氏 出身卑微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在我屋檐下 谁敢让你低头 王爷 王爷 您不去陪莲夫人吗 去还是要去的 毕竟 她对原家劳苦功高 但我还是想来看看你 你就让他们杀了柳言生 也不是要阻拦吗 紫园被围困 全因柳先生贪卑而起 他不仅贪生怕死 还牺牲了无数原家府兵的性命 后来在山洞内 情况危急之时 他不思如何脱困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心想着致死花家姐妹 为一己之死 枉顾他人性命 奴婢即便有心 也救不了他 我看你是公报私仇吧 你和花家姐妹一样 都是吃里扒卖的东西 来人 拖出去 仗打四十 打入杂兵营 出什么事了 夫人 王爷来了 王爷 您来了 家何妨能事兴 我真心不希望这紫园内 整天都是哭闹之声 嗯 渡不过红尘 握不住余温 岁月未曾 情言懵懂少年人 最贪恋良辰 最难乃离分 痴情容谁 从往事中重生 未曾像枝变转身 海未如远 却梦沉 若从头说着无常怨恨 是双雪 是双雪起身 明我知心愿 看看一梦算的真 在页愿 楨使的虚怎么哎 是不同忍 是不同尘 是指倭之水 是指爱之恨 你后各自夜往生 文尊 请到今生处生根 愿在人潮里覆尘 一股飞你 再股飞我 奈何就是风温此生 谁还候这春风生 年轻